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我是老朋友詹老师 现在快乐图的用户终于可以自主随意修改游戏渲染分辨率 更准确的说,就是再也不用每次都需要连接电脑才能开启ADB无线指令 借助最新更新的快乐图游戏优化软件7.0版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这一点 我也有些人疑惑,快乐图会在V55版本更新解锁所有的CPU、GPU性能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Quest的游戏优化软件将来就没有使用的意义了呢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理解到位 那今天我也会在视频里给大家说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先在未知来源里面打开我们最新版本的Quest的游戏优化软件 现在最新的版本就7.0版本,我们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它直接跳转到了设置页面 这里有个自动检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开启这个自动检测 也就是无障碍模式 开启这个无障碍模式之后 你才可以就是不用自己每次都打开Quest游戏优化软件 而是直接在那个应用库里面打开游戏 它自动就会识别到 然后自动就会应用这个全新的一个修改过提升过的游戏分辨率 我们现在开启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Quest游戏优化软件的组界面 菜单的最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提醒我们 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一次 就通过电脑连接开启无线ADB指令 这个时候我们就插上我们的电脑连接 然后去选择开启它的无线连接方式 这时候页面就出现允许USB调试 我们点最下面这个始终对这个电脑允许 然后变成了始终对这个网络允许 反正有多少下你点这个多少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最上方的这个允许ADB指令 它就变成了绿色 说明你现在就已经成功开启了这个无线ADB指令 OK那我们已经至少启动过一次无线ADB指令之后 现在我已经重启了Quest 2 现在我们打开Quest游戏优化软件 你可以看到它会在你开启之后 马上跳转提醒你要允许这个网络无线调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连接电脑的 就是我第二次重启你看它现在就直接变成绿色的ADB指令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后每次开机重启 只要打开Quest游戏优化软件 它就会自动就是帮我们去打开这个无线ADB指令 不需要我们自己每次都要反复的去连接电脑才能使用 具体点进游戏进行这个渲染分辨率的一些编辑 以及使用GPU CPU 系能的一些改动呢 我就不用细说了吧 大家看我视频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软件 总之你现在就可以随时随地出差也好 旅游也好 去到朋友家给自己的朋友试玩Quest 2也好 你都可以让自己的Quest 2游戏软件 以一个最清晰的分辨率呈现给别人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去向自己亲朋还有安利Quest 2的手 不至于他们在第一次体验Quest 2时看到的都是很多的锯齿 然后是Quest 2在V55版本更新结束全部CPU GPU频率这件事 CPU方面Quest 2和Quest Pro的性能提高了26% GPU在Quest 2上速度提高了19% 在Quest Pro上提高了11% 我们来看看Meta在开发者博客文章里放出的验证视频 可以看到节奏关键和行尸走路的渲染分辨率从1440x1584都提升到了18x1980 这就是相当于Quest 2的显示屏物理硬件分辨率 这样的1比1虽然因为即便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点对点吃满分辨率 不过也已经是提升巨大了 由于Quest 3会用上XR2 Gen2 或许可以期待下默认渲染分辨率能够做到1比1的硬件分辨率2064x2268 对了之前看到有人疑虑Quest 3的两倍GPU性能提升 是不是意味着并没有用上XR2 Gen2 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之后的视频更新里重新做详细的解答 接着我们还看到了红色物质1285x1440的分辨率提高到了1391x1664 不过显然这里它是保守的 因为同样是把GPU、CPU都开到LV5 红色物质在Pico市场的渲染分辨率达到了1968x1968 这是因为开发者在移植的一开始 就是在LV5的性能条件下开发的 如果没有记错在纸之前 好像所有Quest的游戏开发者 都最多只能在LV3的性能频率下开发游戏 那他们现在就有了更充分的性能空间 重新去提升游戏的表现 有一位Quest的游戏开发者 在前几天升级到了V55系统测试版 受益于性能解锁 它的游戏在不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 战斗场景从不稳定的40到50帧率提升到了 从未低于65帧率 也就是说它稍微优化下就能达成Meta必须要求保持的72帧率的硬性要求 其实如果它选择APPSW插帧技术 就可以在36帧的情况下进行开发 实际运行性能又能节省一半 根据Meta工程师在个人推特上的分享 如果开发者对帧率刷新率满意 那CPU的提升就允许有更多的虚拟形象 物理和AI效果 比如之前剑余魔法和BoneLab 同场景只能有三个敌人 现在就可以增加数量 而且假如游戏运行时用的是三个处理器内核 那是统一的26%的CPU性能提升 但是如果某个游戏运行时是非常单线程的 只需要两个处理器内核 那么就可以获得45%的CPU性能提升 那GPU方面 这位工程师建议游戏开发者 是要配合他们新家的动态渲染分辨率说换功能 也就是游戏运行时 文理分辨率会自动变化 超载时就缩分辨率 稳定时就提升分辨率 这功能还会自动结合中心固定注视点渲染 和眼球最终动态注视点渲染来做改动 不过我看了一下开发者文档 目前这个功能仅限支持像红色物质这种 用了Valk接口的开发的游戏 也就是说现在性能解锁的默认情况下 只会提高增率 并不会自动去提高游戏的渲染分辨率 要想提高渲染分辨率和其他游戏的运行品质 还是需要游戏开发者自己去适配 因此你还是非常需要快速游戏优化软件 去做自主的修改 毕竟有些人的实际体验 会去强调分辨率提升优先 有些人会更看重高增率的运行 针对这种取舍 你可以在快速游戏优化软件里 做高自由度的个人化的定制 而且未来快速商推出 大概率也不是满性能运行的 你也是需要手动超频 才能体验满血状态 所以快速游戏优化软件 依然是必无可少的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得内的VR成熟 如果您也是VR像我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